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第一次从小也是有飞行的 通行 问什么 空行之一 通行就是空行 好 你说吧 因为第一次从小也是有飞行的 身心没有改过 然后第一次从小也是有飞行的 就是从外面来到地球 从地球出我们家 对 因为第一次知道身心通 就是因为它也就是 如何能够开启舒适的记忆 你要想开启舒适的记忆的话 其实 当然你有舒适的记忆 你就不用问我这个问题了 你身心事实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 那需要宿命通 但是你要宿命神通的话 就是我经常说 大家不是说 传说是我们这一世 投胎的时候喝了完孟婆汤 所以忘记了上一世的东西 但是呢 这是个比喻了 如果是从佛学角度 我从实修的角度 实修的角度来谈的话 不是从佛学 从实修的角度 那修正的角度 这碗孟婆汤呢 就是情欲 就是如果你还在人力的情欲里边 空中的话 你会想不起舒适的 也就是父亲母血 就是我们投胎的时候 父母的精血 父亲母血 再加上你对情欲的看法 你的认知 然后你那一面无明 就是这个情欲 情欲未尽的人 很难有真正的宿命痛 他会知道一些 有时候在境界里 会知道一些 但达不到一个 能够了知生生世世 每一世都能够 你了解得很清楚的 就是说你 情欲进了 就是说 情欲进了 达到就是不管是 生理上的情欲 还是心性上的心盈 就是达到一念不生 很清静 整个身体 身心 这个时候还没有存到 就是你的整个身体 在实修里边 达到镇定 就是永远像 无勇的晴空一样 就是很清静 清静到就是 你的头脑 包括你的身心世界 清静无染 这个时候情欲永远不会 就是 连一个念头也不会起来 坐在这儿 就是说不管你面对 亮哥 什么亮女 什么帅哥亮女 就是面对任何境 不管是面对裸体的 或者是穿衣服的 或者是电视里边的 什么色情片的 任何的境 你不会起孽 就像婴儿一样 就像小孩子 他不是不知道 他也看短 那个男的跟女的 但是他心里边 但是小孩子是来自于 他的性未成熟 他是无知 但是一个成熟的人 他休息到情欲进了 他的身心世界 晴空万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就会 你一般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知道 舒适的东西 深深思适的东西 你就会知道 轮回这件事 而且甚至你会 很清晰的能够 就是你的天也未开 就是很清静 你会回忆起很多东西来 就算如果你的情欲 现在你还空在情欲的 这种范围 那就是附近母血 还在影响你 那这个时候 就算你舒适 不管你是谁 你这一世已经 显然你还在 无名之中 你知道吧 这种情欲 是否包括 会是情欲和情欲 情欲和情欲 都属于情欲的范畴 甚至到最后 这个情欲 心盈啊 不是说生理上 生理上很容易解决的嘛 生理上 大不了你离情欲 因为也不就像不吃饭也 我说你不过性生活 也不会死亡 是吧 你不吃饭会饿死嘛 那个心理上 心盈呢 到最后 你执着于蓝天白云 都是心盈 你执着于说 你喜欢 你就喜欢蓝天白云 你把你的欲望 只不过是转移到饮食 转移到古董 或者你转移到 你喜欢的什么名牌包包 或者是一个 甚至你喜欢一个寂静的环境 一个 就是说山里边 一个茅草棚 你只要执着了 那都是心盈 都是欲望啊 只有你 你把你的那个欲望 转移到那 而已啊 就是修正定 修正定 慢慢地突破这个 没有 情欲 没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达到正定 身心 身心达到就是说 清净污染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没有成到 还不是空 还没有这么空性 但这个时候很清净 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 有时候能够回忆的投胎前 或者是以前学习的东西 甚至都能拿回来 就是以前 生生事事你学习过的东西 还有你能够看到自己 这宋式的根器 很多东西都能看见 很清净 就是就像清净的 就像这个桌子 它要是亮明的时候 它就能照到影子 你现在你的身心清净 你能把生生事事照到 清净污染 现在你轰浊 就像黄河水一样 轰浊来自于哪里 不是 并不是说附近母血 真的是轰浊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把 是你人力 对附近母血的认知 对人道着相的认知 知道吧 你对构境的分别导致的 导致你的附近母血 永远是轰浊的 你转不了 最主其实是 在修正定的过程中 你不住够不住境 你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修正定 你从认知上开始解脱 开始慢慢 身心就清净了 在这个身心清净的过程中 好像是身心独在转化 一个是肢戒在转 另一个是气脉在转 到最后是没有气脉 这回事的 你本来是空性嘛 气脉只有人力才有气脉嘛 人力啊 人道天然都是光化的 和他气脉啊 三脉七脉 只有人力 那你有人力 是因为你控在人道的肢戒里面 你现在有人力的气脉 是因为你控在人力的肢戒里面 所以佛学里面 一开始修正就 开始让你不着想 不着想是什么 你不是起心动念 就人道这些像啊 你又看不见天道 看不见地狱 是吧 不着想也不过就是 不着人道的这些 我像人像 就是像瘦者像 是吧 还有起心动念 不被静转 你能被什么静转 还不就是一个是身体的酸麻冷 这样的难受 一个是外境嘛 是吧 外境你不是认知吗 他漂亮不漂亮 他丑不丑 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他是伤害你了还是怎么样 这不是个对境嘛 不必静转 但是不必静转 只要你修正的 因为你开始在人力修 人道修行嘛 所有的静 还不过就是人道的对境嘛 你都没出人道 你如果是个人力的凡夫俗子 你的气脉全在人道呢 那你的气脉就是红浊的 那你就是肉眼 然后你的意识层面 就空在三维 你怎么能知道 十维以内的事呢 你怎么能知道 生生世世呢 轮回这件事呢 你必须得打破这个维度啊 打破这个维度 不是说你坐在那 使劲地裂气脉 就像裂瘸术 就像中国 就像裂什么 裂甲瘸 裂气骨 不是那样的事情 那种学是从改变认知 就是你的认知 如果是人的话 你的气脉怎么转都在人道 如果你一直控制 人力的之间里面 你怎么转就是一个 很厉害的人而已 就是说你的气脉 可能是很亲近的一个人 但如果你的之间转了 知道吧 你不以人力的角度 看问题了 那你的气脉跟着转 知道吧 而且不会再躲上 负在这里 你之间没转 你的气脉还会 清静了 还会染 通了还会躲 知道吧 所以转化不完 直接怎么转 直接从如入不斗修正定转 不是在头脑中坐在这儿 你学一些精力 其他的东西 背下来就能转的 在坐地上 身心不动 从定中转 入定来转 你需要太多 你就算把三藏十二伯佛 就全背下来 你不一定你能转了之间 遇到事的时候 人力的之间又出来了 你早上一整夜 就是人力的之间嘛 一整夜 起心动念 就是人嘛 早晨 早上八九点 这不是人力才这样认为吗 一整夜就是啊 是不是 然后这个世界是沉重坏空的 这个世界是生老病死的 那边是男人 这边是女人 这不是人力吗 我说到你的酸麻症痛 第一次代就是 那是内颈嘛 就是内颈外颈 就是 因为我的膝盖已经 就是膝盖有状 所以现在就是 到目前为止 每次常坐到 过了一个小时 一刻多量 我右脚就是 已经就是痛 受不了的那种 那我是不是 应该还是 去坚持着 如果你的身体 确实在刚开始 是有问题的 以前受过伤 那就你困一则 坐在凳子上 都可以 甚至躺着也是 可以成道的 只不过是很多人 容易睡着而已 对极个别人 躺着站着 人家也能入定 知道吧 看你的心性的认识 是对大部分人来讲 静置卡形的坐着 成道最快 这就是坐姿 对 因为符合人的入定的 身体的结构 人力的身体结构 躺着也可以啊 有啥入不了 只不过是躺躺睡着了 就是这样 容易睡觉 容易红尘 这些事情 比如说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不行了 我就把脚伸开了 可能两分钟缓一下 然后我又 没关系可以的 困着坐着 你不断的调整姿势 也是那如果人家 缺个板短腿的 假如两个腿都不存在的人 还不打坐了呢 是吧 那就不修行了嘛 你说 如果两个腿今天坐在这 有的人说老师我没腿 我怎么打坐 我说你不用打坐 照耀可以成道啊 是吧 你学佛的见地嘛 然后你 最终修的成佛 先是心 你的心在成佛 因为你的心是佛嘛 不是四大成佛啊 是在心在圆满的过程中 这个四大在转化啊 这四大毕竟空啊 现在不空啊 所以他要四大空啊 这叫气脉转化 而且你坐在这 不一定你在这个维度 有你很多维度 都有你的化身的啊 那都在圆满的过程中 都在转 也不见得这个就是 这个维度就是真的 你那个就是假的嘛 只不过是这个维度的 你只不过是人道的 你具备了人力的身体而已 人力可以跟你交流 跟你沟通嘛 借助这个像嘛 在圆满境界里 当然说如果人道成佛 假如说你在人道要成佛 其他道你也可以成佛的 你假如有十个化身 那每一个化身里边 在其他道也可以修的 那如果人道成佛 那你人道首先 在人道如果思现一个佛身 那你六根要解脱 就是起码要完全转化 你的六根要圆通 这就是报身成就 就是你要神通管 法律无边 你要成道 这个就是报身成佛 在人道成佛了 在人道思现了佛像 就是这样 叫释迦牟尼佛啊 很多佛佛都是这样的嘛 你要说我只思现了法身成就 就是说法身成就 在心性上越来 第一可能这个人是 就是说他曾经已经成佛 可能不在人道 在其他世界成佛的 比如观世音菩萨 叫正法明如来 他在其他世界成佛 那么他可能在其他维度 他是思邪佛 在人道他可能不一定思邪佛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 释迦牟尼佛是 释迦牟尼佛的一代使教 还没结束 教主式的佛 只有一宗 知道吧 一个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释迦牟尼佛 现在释迦牟尼佛 现在释迦牟尼佛还没退休 我们还在他的一代使教里 其他的老师 不管你再厉害或者什么 来了都是助教 都是带他弘法 其他也有活佛 比如说有的真的成佛 就叫弥勒日巴 你们看到仪式释迦等等这些 这些活佛 他不是教主式的佛 他也成佛 他只是 你看就算寄国 也是邪而破 末而破的 他也不会说 我成立个佛教吧 成立个宗教 他不会的 他也是佛的弟子 知道吧 就是目前的这种状态的话 弟子能够像明世行吗 修正定 没有其他任何方法 一定要刚开始 从形式上开始修正定 现在坐地上修 不要小瞧那个 说是坐地上 说我们一下子 在头脑中就能大彻大悟 你用意识层面来听闻空性 你永远是以二月对立的 永远你用法相来听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说空性 你一定会说 我们本来是佛 你会建立起很多 一个佛像的样子 甚至你会说 说佛是无习无相的 这也是个概念 无习无相 那有心有相的就不是了 这不是色空不二吗 那你怎么了解 空就是色这个概念呢 如果它是无形无相的 那么你在头脑中就会 建立成虚空相 你就会震得虚空相 或者虚无相 或者无尾法 进入无尾 在概念上进入无尾 你永远在意识层面 知道吧 所以它只需要你如如不动 通过定来获取空性的正量 通过定来了解空性 圆满的空性 但这个正定 就是说正定达成 正定达成的话 六根会开解 七脉也会同时转化 但不是说这个七脉一定要转化成 这个报神佛的成就 你才能借空性 在没有转化这个 报神佛的程度 以前 你送金可能就能借到信 借空性 这就是借信啊 明信借信 但是你借信 你继续修 你也可以借了信 这个不算什么 因为你还没正道嘛 没有正道 没有正道圆通 就是六根还没有通过维度嘛 你继续正道 六根互用啊 这些状态 你才会在人道或自在 这个才算 我觉得在人道 你真正在世上 在很多世上 你就能透得过了 礼上世上 就是圆透得过 就是登地菩萨的境界 实地圆绝 妙绝这些境界 在不足而出 这些境界 你这些境界 在内骑啊 我 只不哭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